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温红阳来讲 李子佳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比赛开打之后 温红阳被进攻能力强大的李子佳完全压制 最终以0比2败下阵来 直播本届亚锦赛男单四强 他的出局也宣告了中国对彻底无缘男单冠军的争冠 两名球员都是属于进攻型 比赛的一开始 双方就进入到了刺刀剑红的肉搏战 李子佳开局阶段打得非常凶 靠着连续的后场进攻 以及温红阳的失误 迅速建立起了9比0的巨大领先优势 虽然温红阳随后利用李子佳的回球出界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但是主动拳仍然被对手牢牢掌握 李子佳也连得2分 以11比1率先进入到了首局的暂停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 温红阳开始增强自己的控制 尽量不给李子佳直接上手扣杀的机会 连得2分之后将比分追至3比11 但是大比分领先的李子佳气势非常足 温红阳很难控制住对手 只要出手一丝机会 李子佳都会展现自己超强的爆发力 后场暴力扣杀让温红阳难以招架 比分优势也很快被扩大到了15比4 尽管温红阳加强进攻之后 一度将比分追至7比15 但是终究没有能够上演今天大逆转 李子佳也轻松以21比11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开门红 第二局比赛明显 温红阳更加适应了比赛的强度 和李子佳的风格 在场上也敢于做动作 打自己擅长的节奏 开局也取得了5比2的领先 但是在李子佳提升比赛的节奏之后 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很快追之6平抹平了分叉 随后二人进入僵持战 你一分我一分一直打到9比9 李子佳也以11比10的微弱优势 进入终局休息 比赛重新开打之后 二人依旧打得难减难分 一直熬战至16比16 随后李子佳开始发力 而且运气也非常好 连得三分之后 以19比16取得领先 看到了终结比赛的希望 最终也以21比19锁定胜局 自从在韩国公开赛横空出世 夺得南丹冠军之后 温洪阳就被众多球迷 视为了中国羽毛球队南丹的希望 但是从本场和李子佳的对决当中 还是明显可以感觉到 他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 期待 在经历更多高水平的历练之后 温洪阳能够变得更强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